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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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怎么还不了解她 不懂得她的痛苦 怎么会还来找我 因为她隐瞒我 你有想过为什么吗 她做坏事啊 她知道我知道会骂她 她心虚 所以你想要找出来 她做出的坏事是什么 是这样吗 对 而且我没有伤害任何人 我就是想要知道 我女儿自杀的原因 好 那你回去做一个功课 站在茉莉的角度 想想看 你在她心中 是什么样子 我觉得我自己有点变态 看着妈妈用 我偷来的东西 就有一种罪恶感 可是那种罪恶感 很少 想不想要开始的 小学六年级的时候 有一次 偷妈妈的钱被套大一顿 你还偷钱啊 社会的垃圾 我告诉你 永远都死了 从那次之后 我就发现 偷东西这件事情 对我有点心 我好像不知道 我是想要远离痛苦 还是肯望痛苦 每次考杂的时候 我就会在小晚上 慢慢哭 好像这样再回到家 再给妈妈打 就不会那么痛了 你长大以后想要当什么 要当收银人 你怎么那么没出息啊 当收银人 要当会计师 懂吗 其实生小孩就像是投资一样 如果小孩书读得好 才是我们父母投资成功 反正也没人爱我 宝贝又没人爱得你 莫莉 再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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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